载下来之后的话,记得一样把它转换成范围 我刚刚也试了一下,我就把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录制聚集 你会发现跟刚刚的Jason还蛮像的 他一样会产生一个查询 所以他理论上用的物件是一样 就是Queries,就是那个ActiveWorkbook 底下的那个叫Queries,查询 然后产生一个查询之后的话,把资料抓下来 那抓下来的方法一样是用那个所谓的那个叫ListObject 所以我刚刚把刚刚的动作,把它录制 刚刚忘了停止,我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你会发现录下来的东西结果就类似这样 就是我产生了一个Queries 就是Queries,然后Add一个Name 那这个Name的话基本上是他自己取的 所以这个,那你也可以改名称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他的公式 所以这个底下的话会是DX的一些相关公式 那如果你看得懂,那也可以把它改动 所以我的习惯是 因为将来如果你假设要让他run的话 一定要先删掉这一个连线 删掉这个查询 那删的方法其实跟那个Jason的方法是类似的 那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 可以再找一下云端上面的这个第几页 现在已经第67页的地方 也就是XML的这些方法里面 就是这个XML,然后抓到这个 其实甚至不用转换啦,直接载入就可以了 OK,然后这里的话我习惯是先删掉那个连线 那如何确定删掉那个连线呢 其实可以用什么,用queries.com 如果大于0,表示说有一个以上连线 那一个以上连线不见得一定是那个连线 那我们再利用名称去做删除 OK,所以我习惯是把1跟2 注解先加到我的程式上面 所以1跟2我先加一下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先把旧资料先删掉 OK,旧资料先删掉 然后呢先看一下是不是 这个数量是不是大于0 对,没错,这个应该是大于0 那接下来要删的话你会发现 诶,怎么好像删不掉 因为刚刚的名称好像不是叫data 好像叫data瓜糊2 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 因为目前是data2 所以要不就是你先把它删掉 那之后的话呢 那个名称就不要叫data2 叫data好了 不过如果你懒得改啦 你干脆就改的跟这个name一样 所以要把这个名称改的跟这个一样 把它先复制一下 先贴上 那未来当然呢 你可以把它设为统一就可以 先把它删掉 然后删掉完之后的话呢 再建一个查询 那这个查询建了之后 其实有点像是一个虚拟的表格 就是这一个 那你会发现这个表格 蛮快的 所以其实在Excel里面 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 当然比起自己写程式来的简单太多了 那我们查到之后的话 如果希望把它载到Excel的话 那再来就是利用那个什么 利用那个 这边有一个叙述 就是新 这个叫新增一个工作表 当然除了这样写之外 不过我比较习惯写法是这样写 叫做Shit.add就好了 这样子也可以新增工作表 这样也可以新增工作表 当然写这样会比较简短 不过我们其实不是要新增工作表 我们其实是要把资料放在原来的地方 所以你这一行基本上可以把它删掉 我不需要新增 或者如果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前面下一个单引号 这一行我不确定 先把它注解 但是不执行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让它去查询 OK 那我现在有个虚拟的表格哦 那我要从里面把所有资料抓回来的话 那我可以下C口语法 所以前面一样 C口语法在这里 xlcmcommandexecute OK 那其实查询的语法就在这里 那其实如果说假如你将来 你想要查的资料并不是全部的话 因为这个语法是把那个表格的全部资料 全部查到excel 可是未来如果说你只是想要查某一些条件 其实后面你可以下一些筛选条件 比如说会有哪一个栏位 大于等于小于哪个数字之类的 那就可以做一个前置筛选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前置筛选有点麻烦 那你干脆怎么直接就资料下来之后 再去筛选也可以 那只是说呢 如果你前置筛选 你可以假设你那个资料非常庞大的话 当然你前置筛选会可以让 比较不会浪费时间在载一些垃圾资料的时间 所以还有一点 因为如果它这个表格是在记忆体里面 理论上查询的速度一定是最快的 所以我刚刚run了一下 我算一下时间 反而甚至比我们自己写的程式还快 或许可能是因为它这个data 其实是在记忆体里面 所以会加快它的查询速度 另外的话呢 除了这个 这个叫SQL语法 有没有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 Command Test OK 那跟各位讲 除此之外 像什么Row Lumber 这个等于False啦 什么什么 这底下 我试过理论上的底下这些 Command Test 一直到Refresh之前 这一些参数其实都可以用预设的 OK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以把它delete掉了 因为我试过应该OK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加上单引号 那单引号的话呢 其实最简单 你可以从你的那个编辑器上面 有一个叫使程式变为注解 你可以把它点击 然后它就会全部变成这个注解了 然后再让它跑跑看 那不过如果这个地方 最后Refresh上一行 如果把它删掉的话 那记得它就不会产生一个 this object的名称叫data 底线2 所以如果要删的话 这个可能要把它改成1 指的就是说 你那个名称没有没关系 反正就是那一个 this object 帮我把它转换为范围就对了 那最后好像这边有个reference 它好像会帮你产生一个 一个定义名称 这个可以把它砍掉 因为这个好像 我不确定为什么会加这个 它可能里面内部帮你定义好了 OK 不过这个没有没关系 好 那我们试试看 所以把它查回来 然后把资料倒进来到Excel OK 没问题 然后再帮我把这一个 它原来是一个表格的形态 转换为范围 就是这个按钮 OK看一下 如果这个没问题的话 那以后其实可以这样用 没问题 他帮我把它转换成范围了 这样就OK了 所以理论上刚刚提到的 这几行就可以把它砍掉 那砍掉的好处就是你会发现 哇!突然发现其实程式不需要写这么多 所以最后写完的话 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这边这个注解往上一点 所以最后看到的就还蛮清爽的 也就是他先删掉不要的这个查询 然后再去建一个新的查询 并且增加一个list object 去做seql的查询 那查完之后把它转换为范围 大概原则上流程就这样子 OK 所以以后 如果你假设不想要思考说外部还有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用外部的那个程式 外部模组 其实真的相较于内部来看的话 真的这个简单太多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PN25的部分练习一下 那底下当然还有外部的 如果你假设没有这个功能 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物件 叫Microsoft Xmledon这个 OK 那这个我想下一次我们再来看 一样可以直接漏档 也一样可以直接去抓档 这个都没有问题 OK 好了 画面